中国玩家的建筑能力可以有多么离谱 这是森林智子的宣传C机 按照正常的玩法就是打野人逃孤岛 但是这游戏是有建造功能的 众所周知 在中国玩家的手里 任何带有建造属性的游戏 那都是用来向国际玩家展示绝活的工具 有人就在游戏里 盖出了一个超大的度假村 衣裳伴水 风景秀丽 功能齐全 但是 还是小瞧了咱们中国玩家的建造能力 流浪地球2知道吧 里面有个太空电梯 看到那个电梯的第一眼 属丝把我震惊到了 那可是未来科技啊 然后稍稍着来了 中国玩家站在游戏里 用低级解溃法的材料 造出了孤岛版的太空电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